南斗草屯有民众经见一名男子几乎全身赤裸 不但闯红灯过马路还站在路旁 只用尿布遮住了重要部位 而男子到案之后公称 因为跟网友打赌敢不敢这么做 才做出如此脱缩的行为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也被设为法防害封化罪移送法版 骑士骑车到一半经见路旁有人竟然一丝不挂 只拿尿布遮住重要部位 骑士吓了一跳还回头确认我到底看了什么 有个人闯红灯然后过马路 之后我就看到他好像没穿衣服 然后他那个尿布也是要遮不遮的那样子 事发在南斗草屯 男子近乎赤裸站在路边 地上还有一台手机放在手机架上 诡议行径到底为何 12号男子到案说明 工程会这么做 全是因为跟网友打赌 敢不敢赤裸站在路边 二月也做过一样的事情 警方到场时该名男子已离开现场 他表示 文语网友打赌财冒险做出这样的行为 表示深感后悔 全难以刑法第234条 妨碍风化罪 寒宋南投地方检查署侦办 很傻眼啊 有必要完成这样子吗 反而幼稚的一个行为 而且是仅有触犯到的法律 我觉得这种行为其实蛮不可取的 为了呈一时之勇 代价也不小 警方强调道道路属于公共空间 男子行为不但违反了设違法 还设计刑法 妨碍风化 讯后已经移送法办 和网友的这场赌注 结果赌进了警局 付出代价 记得真如晨南投採訪报导